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是江湾蔡徐坤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WD出的黑甲豆真骨调 首先看看盒子外观 基本上是跟万代没有区别的 然后区别就是那个logo是没了的 然后侧面也是有烫眼文字 然后16年魂展的logo也是有保留的 下面我们来开箱吧 我们继续来开箱吧 然后盒子上下也是没有SHF的标志的 打开盒子我们看到的就是黑甲豆的主体 第二层就是我们的配件 配件数量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是武器上的小配件都是有给到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黑甲豆的说明书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主体的整体表现 单看主体的话我能给到6到7分吧 整个主体上半身的胸甲肩甲 以及我们的头部都是采取了亮黑塑料原色 以及光油进行还原 漆面的还原度一般啊 其次就是金属红色纹路的细节还算过得去 但是下胸甲的颜色是比其他地方的颜色要深一点 不知道是我中奖呢还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主体其他部分还是老样子啊 就是我们黑色的主体嘛 然后飞边和模线水口等问题还是都是存在的 OK我们先来看看头部的表现怎么样了 然后头部的透明零件 先看看透明零件 透明零件还是挺通透的 但是它可能会在外面的这个透明零件表现上会有一些瑕疵 我这个也是有点脏脏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通透度还行的 然后这边边是有些黑色的东西杂质吧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看一下这里的敷衍细节是缺了一块 就是它应该是开条缝的 它这里是没有 然后跟也是跟夹斗一样了 然后这里的嘴巴是我这里是有胶水印的 然后到时候看看能不能重涂一下 然后这黑色的也是有的 它这个黑色的漆面呢 就是头部这里是黑色塑料原色 然后它这个脚跟脚呢 它应该是做了点光油的 应该是喷了点光油 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然后它这些就是金属色 然后这里是有点溢漆的 溢掉了这个移印 这也是黑色补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就是典型的大水口了 黑色黑色不是水口 这里黑色是没有上到这银色 然后上面是水口倒是真的 然后嘴巴还是先看看头型 再给大家看看头型 头雕整体的还原度还是挺好的 它那个黄色也是挺好的 比我自改要好说实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胸部 整体的胸部的表现 这些移印纹路啊 是没有歪的目前来说 我这次又不是很糊 又是没有怎么歪的 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也是还行啊 还行也是一个正常的KO水平 然后它这些装甲应该都是塑料原色 黑色也是比较亮 你们拿到实际拿到手之后就会看到 然后唯一要注意点就是这次的胸甲 这里是很松的 这很松的 可能到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塞紫巾加固一下 左胸就没这么松 但是右胸的话是挺松的 然后这里还是有一个可以撬开 有一个活动关节 然后肩甲也是老样子啊 老样子的连接方式 然后看一下后面 后面基本上 整体的话也是没有大的出界错位吧 然后黑色这里可能是有些是上不太完全的 到时候需要我们后期进行补色 然后这里是核母线了 那两条核母线 然后这里哦这里还有一个中甲 到时候鼓鼓色吧 然后是水口 剩线也是都有做到的 然后看一下手臂吧 手臂它这次是没有了甲斗的那个歪 歪到歪到一边去了 它是应该是修了这个 修了这个膜或者这个是它重新开的 应该是修了这个膜 然后手腕也是可以动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手腕关节是有点松 这个柱形有点松 甲斗的会偏紧一点 然后看一下胸部 胸部的可动也是可以到这儿 整体的可动我们后续再谈 我们来看看腰带部分 腰带部分先把虫脚拆出来 然后整体的腰带这个红色就是塑料红色 不是金属红色 但是上面虫脚的涂色也是一个塑料红色 这些红色都是纯色的红色 然后黑色银色 然后整体的涂装就那样一般般 也不能说过得去 就是一般般 然后整体的腰带细节也是有点糊的 有点糊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虫脚 虫脚就是这次背面是黑色的 然后上面是金色 我们装上去看看 它这个问题还是跟甲斗一样 这两边的装会凸出来 到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修复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胯部 胯部这里是有条大缝 有大缝看压一下压一下到时候用胶水点一下 压一下应该会好一点 然后看一下侧踢 侧踢我一用力它就凸出来了 然后前踢 后踢 大概的幅度就是这样子 大概幅度这样子 我当时看那张样品图的时候 我还以为它这里是比较突出的 但其实你收到食物来看它效果还是还是挺好的 估计那时候它是没有摆好姿势吧 然后整体的脚是也是做的好很多 体型是有还原到六层六七层的这样子 要看一下虚膝 虚膝可以 看一下 脚尖可动 接地 没问题 而这个脚环大家 可能到时候要调下位置 然后就把那个凹槽卡住 那个装又可以了 这没问题了 它这次的后续的这个肘甲手肘甲 它也是不是那么突出 然后膝盖甲也是 然后整体的主体表现的话 就是大概这样子了 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这次的黑甲呢 我是还行啊 OK 我们来看看黑甲兜的可动吧 然后大家自行观看就行 我就不过多解说了 因为我还没吃饭呢 我们来看看黑甲兜的配件 手型还是老朋友 表现还是比较肉 部分存在飞鞭的情况 武器这次终于是给权了零件 一把苦无剑 一把苦无枪 我们来看看手型的替换把 然后手型插把也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可能存在部分手型是比较松的情况 这个就需要我们到后期进行自行的加固了 我们来看看武器部分 武器部分这次的所有零件都是给权了 但是涂装我觉得是不及甲兜的好的 可能涂装会存在个别的异色啊 异齐现象 少涂这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武器这次我只给5分 简单看看我自改的黑甲花了我180块 也是被刺足了 finally我们来总结下把 主体加上配件我给的是6分 因为还是存在贫控以及瑕疵等不稳定的因素嘛 但是这次的红色 金属纹路以及复眼也是给到我一点的惊喜 比较遗憾的就是上半身的关节是比较松的 需要我们后期进行加固处理 这只黑甲豆券钱在80块钱左右 用个券70块左右 买来把玩过瘾一下也行 我是姜姆蔡徐坤 喜欢的点个关注加三连 祝大家周三愉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来自拍摄